大家好,印度媒体证实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部队已完全脱离接触 双方很快将开始协调巡逻 印度的亚洲国际新闻社的消息 双方在检查脱离接触过程中协调了巡逻顺序 由两国指挥官商定 中国和印度已开始从拉达克东部地区脱离接触 一同时,美国的媒体也证实 印度股市遭到大规模抛售 很有可能与印度和中国缓和关系有关 印度股市遭遇重挫 10月31号周四 受海外投资者抛售影响 印度的NSE50指数 10月下跌6.2% 创下2020年3月以来 最大恐慌月度跌幅 该指数自5月 首次出现月度下跌 媒体分析 印度的企业盈利疲弱 和估值高于历史水平的情况下 疲软的企业盈利抑制了股市 外资持续流出 截止10月29号 外国机构净抛售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印度股票 花旗集团分析 持续的外资流出 拖累印度股市短期表现 本月出现回调 估值仍处于高位 大多数的指标接近长期平均水平 标准差之上 印度股市正面临的来自外资流出 企业盈利疲弱 企业盈利疲软的双重压力 未来走势 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印度股市的资金大众们流出 现在媒体分析 这一部分资金将流向中国 日本的经济新闻 日本的经济新闻今天报道 那么印度国家证券存管公司NSDL的书记显示 在十月海外机构投资者截至29号竟卖出了九千零九十三亿卢比 约770亿人民币的印度股票 大幅超过新冠疫情蔓延 导致全球市场混乱流出超过六千亿卢比的2020年3月 那可能创造NSDL印度股市 2002年以来最大月度净卖出额 资金的外流呢 加速的背景是警惕高估 那首先全球股票投资 基金的轮动加强 以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股价提振措施背景 那很多股票投资者将重新买入 此前遭过度抛售的中国股票 汇丰空股表示 全球机构投资者正在从印度、韩国、台湾的股市 筹措资金向中国大陆股票的资金投入 其中从印度股市撤租的资金最多 对印度国内经济担忧也在加剧 目前正在加强是通货膨胀的忧郁 10月14号发表的9月份消费者指数 CPI去年同期提高了5.49% 创今年最大涨幅 以趋到8月下降 3%左右相比呢 属于大幅上涨 食品通胀正在加剧 那即使将目光从经济上移 那么外交方面的议变也给投资者心里蒙上阴影 印度目前和加拿大和美国 因为10月14号宣布的 2023年发生的加拿大境内西克教领导人被杀事件 相互取出外交官 可能导致经济方面的摩擦加剧 那针对中国的边界对立 计划撤回正义体系的部队 推动了边境的稳定磋商 这是印度从西方国家转向中国的征兆 那么也导致大量的西方资本可能会犹豫不决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就是现在美国对印度的投资 对印度配合着美国在中印边界搞事情 美国并没有真正做到 向印度承诺的一些投资到位 只是把一些廉价的加工工厂放到印度 但是廉价的加工厂 并没有带动整体印度制造业 印度现在的整体的制造业 其实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它基本上不存在 我告诉大家 印度的制造业对世界来说基本上不存在 而印度想要完成制造业 但需要大量投资 要完成自己的基础设施 修马路 至少这电就要重新修 印度不能缺电 而且印度要重新修理自己所有的基础设施 包括码头港口疏通各种的水道 另外在基础设施方面还要加强通讯和各方面的联系 那么实际上你看印度需要的投资地方很多 但是外国的投资对印度基础设施 这种大估计的投入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印度其实没有启动 还有一点 现在是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 特别是莫迪 因为希克教的问题和西方的决裂 俄罗斯正在争取印度加入金砖伙伴 也印度在向中俄靠拢 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美国未来大估计从印度撤资 还有一点就是印度现在 它整体的国内的经济正在处于一种危险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它这个升息降息 大家总以为是针对中国 实际上中国的抗风险能力要高于印度 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第二大晶体 而那些抗风险能力小的国家 因为这种地缘正式动荡 包括美元的升息加息 反而是那些经济不如中国的 像印度啊 像其他一些小的经济体 他们受到风险更多 他们更容易受到冲击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是很多的投资开始撤回 很多的投资 因为美国的升息降息 重新选择这个毛地 所以导致印度它并没有稳定 你记住 印度它并不能脱离整个世界的资本市场 那么很多美国在这个升息降息的时候呢 把这个国际资本赶出亚洲 中国以为中国是最大受害者 但实际上中国因为它的稳定 因为它的政策 它是有吸引力的 一部分资金跑掉 但是大部分资金都是从亚洲其他国家撤离 对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国家 其实风险更大 印度之前那个南部的斯坦卡就崩盘了 所以你可以看 美国的这个很多的政策 特别是经济上金融上的很多政策 其实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其实对印度对这些没有抵抗风险的一些经济体 他们的伤害要比中国还大 只是中国的媒体包括华语媒体不报道而已 总认为美国所有政策全部是针对中国的 那么现在中印边界已经开始撤军 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达成了一种缓和的关系 莫迪这四年很有可能不会配合美国 再继续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 而俄罗斯和中国的目的 实际上你包括这次朝鲜出兵 要把欧洲问题要把它扩大 而且俄罗斯还是要加强在欧洲方向 那么印太地区 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国民主党 从希拉里克林顿到现在奥巴马 再到拜登搞印太战略 民主党搞印太战略 现在从印度和中国方面的撤军 在整个喜马拉雅山 双方恢复巡逻 就正式宣布美国印太战略已经玩不动了 失败了 因为印度没有从美国获得任何好处 所以其他国家 我觉得印太战略里面 其他国家一定会看到这个结果 包括像菲律宾这些国家 你跟着美国玩印太战略 你最后的结果会不会还不如印度 所以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说美国只手遮天 美国怎么玩都行 但现在看美国现在在印太地区 很有可能他会撤出过去印太战略 给这些所谓盟友的援助 特别川普上了以后 菲律宾是最惨的 菲律宾已经跟中国翻脸了 未来想缓和和中国关系更难了 而中国方面已经加强在南海的存在 菲律宾方面如果未来获得不了美国的援助 特别是川普 不跟菲律宾玩了 你菲律宾你就跟中国自己闹吧 那菲律宾就被架上火上烤了 他想恢复和中国的联系 自己之前所做的所有行为都会被翻出来 你说中国还能饶过菲律宾吗 所以这就是我说 美国他最后的很多大选的结果 会导致美国的盟友很多政策转变 特别是美国的印太战略 现在看印度的转变已经非常明确了 现在美国的印太战略 民主党包括大选的选情也证实了美国国内的有一些势力 特别是美国的商人集团 并不希望和中国和俄罗斯长时间冲突对抗 因为美国他也没有这个实力了 美国需要希望升级 需要经济 说不出来需要发展 而不是和中国和俄罗斯对抗 那么实际上就要获得美国的利益 来让盟友给美国输血 让盟友来为美国买单 所以川普未来的四年很有可能开始对盟友 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战 对盟友进行各种的威胁 收你们的税了 印度其实看的也很清楚 美国的印太战略玩了四年 你看这个玩四年的结果 还有一周就美国大选了 这个是让美国这四年 拜登这四年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就中国现在整体的经济增长 没有放缓 反而是稳步的向前 这个稳定就让美国很震惊 因为美国使出了吃奶的劲 已经打了兴奋剂 都没有让把中国拖累 让中国整体经济降速 也没有使中国整体出现崩溃的迹象 另外美国在印太战略上 美国反而让中国加强了 对新加坡 对马六亚海峡方向的这种影响和控制 特别在南海方向 打了四年南海这张牌 包括菲律宾跟中国 印太地域的冲突 导致中国反而加强了在南海方向的军事存在 印太方向东南亚 现在看也没有配合美国 印度方向玩了四年 没有从美国获得任何实质向的收益 反而让中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让中国从印度赚的钱更多了 那么印度他反而更需要依赖于中国 这也是印度需要缓和和中国关系的原因 所以现在看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 美国的国务院这帮人搞出的印太战略 现在看是彻底失败 所以从今天的资本大规模撤离印度 也可以看到 美国他所谓的金融战 中国不要抱任何幻想对美国 以为给美国搞好关系 跟美国跪下 美国就会饶了你 金融这东西非常残酷的 一定要记住不能成为美国体系中非常弱势的 一定要和美国来竞争 要获得最有利的位置 要联合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和美国竞争 你才能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你一旦投降美国 你会成为美国的马仔 其子最后成为美国的牺牲品 任美国宰割 当年的日本 韩国 你看看东南亚 整个国家被美国收购 被美国血洗 再看看现在印度被美国玩弄 你就知道了 而且我说过 印度这个国家想成为中国 他就必须先融 最后我要讲 印度其实非常危险 因为印度很有可能 他没有中国这种抵抗能力 反而成为西方资本收购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把印度收割了 很有可能 中国不是美国西方能够收割的对象 转向印度 印度可能会成为美国金融的牺牲品 你记住 这个收割不了中国 那么可能会收割印度 收割东南亚 像97年一样 所以印度现在也非常谨慎 所以这个西方 你记住 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可讲 没有什么盟友 只有利益